或尽见佛第四十一 譬如转轮圣王 有七宝玉 王子得罪 禁闭其中 城楼起殿 宝藏金床 难床踏座 妙事其真 饮食衣服 如转轮王 而以金锁 细其两足 诸小王子 宁乐辞否 辞是白言 否也是尊 比优之时 心不自在 但以种种方便 欲求出离 求诸进城 中不重新 轮王欢喜 方得泄脱 本品续劝 断移去货 出以王子被求为欲 家祥述 宿约 转轮王 欲无量受佛 七宝宫殿 欲其净土 王子得罪 欲疑心知人过 金锁欲花不开 入不意 指引十一福 如转轮王 欲于花中 受快乐自在 何欲可知 层楼及重楼 床者 人所坐卧者 帐者 床帐 张事于床上者 踏 其用铜床 长下而低者曰踏 锁 即锁 妙事其真者 以其意珍宝 作为巧妙装饰 优质者 优 求也 执 居执也 故优质 及金言 居压也 此事所达 守云被压之时 无自在乐 方便求出 方得泄脱 佛高弥勒 此诸众生 亦复如是 若有多余一悔 希求佛智 智广大智 余智善根 不能生信 犹文佛名 起信心故 虽生彼国 于年花中 不得出现 彼处花胎 犹如圆怨 宫殿之想 何以故 彼宗清净 无诸惠恶 然于五百岁中 不见三宝 不得供养 奉世诸佛 远离一切 殊胜善根 以此为苦 不生心药 若此众生 是其罪本 身至悔辙 求离彼处 往昔世中 过失敬以 然后乃出 亦复如是 举世已和前欲 花胎 和七宝玉 不得出现 和尔以金锁 细其两足 犹如圆怨 宫殿之想 无诸惠恶 和尘楼起殿 如转伦王 不生心药 和小王不乐 是其罪本 乃至然后乃出 和伦王欢喜 方得泄脱 净饮树云 明胎生者 无于苦事 但五百岁 不见三宝 不得修善 用此为苦 以此苦雇 虽乐不乐 有一吉云 但望圣乐 列乐为苦 如心丧者 愿下列定 为出苦等 虽明为苦 非苦受也 又忘息 无量寿经超约 问 生边地 为是疑心果 为是修善果 答 正是修善果 非疑心果 但由疑心 所见杂固 令所得果 不得纯净 若此众生下 正劝断移之罪 忏悔求出 罪本 为一作本罪 会述云 本罪者 疑惑罪也 忘息云 疑佛武智 未知本罪 非十恶业等 生至悔则 亦疑云 言悔则者 此省察心 名为悔耳 则 何则其迷心也 忘息又云 五百年中 树葬为伯 是其本罪 而生悔则 疑悔则 故葬禁 即到阿弥陀佛所 又谈鸾师 略论云 是其本罪 生至悔则 求你彼处 即得如意 还同三倍生者 当是五百年末 方是罪悔耳 谈鸾 忘息皆为 悔罪得出 在五百年末 但加强术 有意说 术曰 生至悔则 名不必一种 若能悔即出 不悔必满五百岁 以上二说 亦不相违 五百岁末 方是罪懺悔 乃边地人中之多数 不待五百年 忏罪得出 乃其中之上根也 过失敬矣 为过去疑惑之过失 以忏除静静 然后方得出力一层 见佛文法 顾之不论五百年中 或是其末 总需诉过全消 方得卸托也 既得网易 无量授索 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 开解欢喜 亦得便共 无数无量诸佛 修诸功德 辱阿易多 当之疑惑 余诸菩萨为大损害 为师大利 事故应当 民信诸佛无上智慧 既得网易 无量授索 家祥树云 既得者 不得十亿 为才出年胎 立即见佛文法 不再经历时刻也 久久亦当 开解欢喜 该于其人生前 智慧不明 至今复少 今虽亲见弥陀 二灵佛训 但以心构未处 情见尤存 故需多闻熏习 增长智慧 使能信解佛语 故云 久久亦当 开解欢喜 开解者 新开得解也 欢喜者 文法气慧 自然欢喜也 亦得辩共者 及谈论师云 及得如意 还同三倍生者 聚诸神通 辩共诸佛 愚诸功德 随意修习 聚如弥陀本愿 阿异多 及慈士 世尊重唤其名 以警醒大众 专心倾听 当之疑惑 于诸菩萨 为大损害 为师大力 事故应当 明信诸佛 无上智慧 至于菩萨 何有疑惑 无量寿经超约 大圣凡夫 明菩萨于 或是众说 众菩萨生疑惑者 可思大力 故凡夫 当明信矣 超义甚迁 未做决断 聚彼者义 超中两说君事 其一者 我等虽是聚足凡夫 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 即是初发心菩萨 论诸云 此无上菩提心 即是愿做佛心 愿做佛心 即是度众生心 度众生心 即摄取众生 生有佛国土心 敬业行人 若发如是心 亦即是初发心菩萨 天台位 别教之性位菩萨 如空中之序 臣服无定 事故初发心菩萨 使有退堕之幻也 其二者 彼未众说 亦为 纵然真实菩萨 躺生疑惑 丧失大力 是以我等凡夫 更不可生疑 故此二说 并不相为 大力者 即经中 真实之利也 十方婆且范 诸真实慧 开画显示 真实之祭 欲整群盟 会以真实之利 难执难见 如忧谈花 稀有出现 今者难逢能逢 难闻能闻 而不信受 辜负佛恩 故云为师大力也 旷此净土法门 一胜愿海 六字弘明 信愿持明 静登不退 是乃真实利中之 最真实则也 是大力中之 最大则也 于此不信 永失大力 如千手经云 若与此陀罗尼 生一不信者 当知其人 永失大力 百千万劫中 轮转恶趣 无有出奇 常不见佛 不闻法 不赌生 世民疑惑 伟大损害之意 反之 则如十网生经约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正信世经 爱要世经 劝导众生 说者听者 西皆往生 阿弥陀佛国 若有儒士等人 我从今日 常使二十五菩萨 护持世人 常念世人 无病无脑 若人若非人 不得其变 行住坐卧 无问昼夜 常得安稳 世民信寿之大力 何去何从 其甚失之 下福明 一磅之大害 该经赴约 余后言 福提 或有比丘 比丘尼 建有读诵 世经者 或相称会 心怀诽谤 由是邦正法 故 世人现身之中 来自诸恶重病 生根不惧 浓芒阴阳 水肿鬼魅 坐卧不安 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或乃致死 堕于地狱 八万劫中 受大苦恼 百千万事 未成文水石之名 久后得出 在牛马诸阳 为人所杀 受大疾苦 厚得为人 长生下处 百千万事 不得自在 永不闻三宝明治 事故无智无信人中 莫说是今也 旁引两经 深险疑信 虽指在当人一念之间 但所重祸福 玄格天渊 历劫无尽 故云 应当明信诸佛 无上智慧 慈是白言 云和此界 一类众生 虽亦修善 而不求生 佛告慈是 此等众生 智慧为浅 分别西方 不及天界 是以非乐 不求生比 慈是白言 慈等众生 虚妄分别 不求佛刹 何免轮回 慈是大事 以无缘大慈 明念末世中 有一类众生 虽亦修善 但不求生 西方净土 故发思问 佛达 此一类众生 缺少智慧 迷恋天人之福 故不怨生 此事复云 不求佛刹 何免轮回 此有二意 其一者 专止如上之人 妄为西方之乐 不如天界 如是虚妄分别 不求生净土 不知修善之福 虽得升天 但天受尽厚 人负轮转 其二者 犯指各中行人 虽能精进修持 但不以 弥陀净土 为归宿 专葬自立 则难于 献在生中 作断生死 人寿后有 故云 何免轮回 佛言 彼等所重善根 不能离向 不求佛会 身着世乐 人间福报 虽父修福 求人天果 得报之时 一切封足 而未能出 三界狱中 假使父母妻子 男女眷属 欲相救免 协见夜王 未能舍离 长处轮回 而不自在 佛言下 更名着相 与离向之 德是厉害 着相修福 难免轮回 离向求生 永得泄托 右段鲜明 着世间福 不出轮回 盖彼等 虽重善根 但贪人天福报 不能离向 不求佛会 虽父修福 求人天果 故不能出 三界牢狱 得报之时 一切封足 战享失乐 福尽还舵 后患无穷 命中之后 清卷虽未知 忏罪祈福 修法诵经 欲相救度 但彼之邪见根深 执迷不悟 因邪见夜王 未能舍离 以邪见故 不生正信 故此邪见 实为诸恶业之王 故云 邪见夜王 故 常处轮回 而不自在 如见愚痴之人 不重善根 但以世智充变 争议邪心 云和出离 生死大难 又闻所指 更胜前者 前者修善 但求是福 故不能出轮回 此则愚痴更甚 不重善根 反是世智充变 焦慢自大 不生正信 助长邪心 不知世智变充 正是八难之一 邪见颠倒 凡以为美 如是之人 也能出离生死苦海 富有众生 虽重善根 做大福田 取向分别 情直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若以无相智慧 执重得本 身心清静 远离分别 求生静岔 去佛菩提 当生佛岔 永得泄脱 佛达慈世 慈戒众生 虽亦修善 而不求生净土者 共有三种 一者贪着失乐 求仁天果 二者 世智变充 邪心赤胜 三者则为 取向分别 情直深重 此三种人 终能修福 所得只是 世间福报 梦幻泡影 转瞬即逝 故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也 富有众生 虽种善根 做大福田 大福田者 持佛名号也 因持名 是诸善中王 故所种田 方得名为大福田 习以取向分别 情直深重 故虽念佛 亦不能出轮回 经中三倍往生 皆由于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菩提心者 即大智 大悲 大愿 圆融一体之心 秦直深重 即逝于吃 何云大志 取向分别 则有取舍 何由兴起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如是之人 何能发菩提心 故念佛 亦不能入于 三倍之中 偶一大师 为念佛如无信愿 亦不能生 正于此同 再者着向修福 祈福有尽 如金刚金云 印无所住 行于不失 所谓不住 所谓不住 色不失 不住 生香味 触法不失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何以故 若菩萨 不住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良 临风破空论 事曰 以无所住法 住般若中 自然修行 六菩萨蜜 而不取向 事故能令 少失与虚空等 而众生住于相顾 望至继果继因 观大观小 若能称信而住 不住诸相 譬如戒指中空 与十方空 信无二无别 以空非内外 彼此方于 形象 更无小空 亦大空故 无相之福 其福乃大 又金刚经约 若心取向 则为左我 人 众生 受者 又云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上引金刚般若 皆表取向分别之师 故金云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也 断末为 若以无相智慧 执重得本 求生净土 永得泄脱 众得之本者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也 又无相者 为无色等五成 男 女 生 助 坏等实相 名为无相 又涅槃经约 涅槃名为无相 又掩密超约 即灭者 即无相义 但心自正 不从他得 故无诸相 如金刚经云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又 你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皆章此 无相智慧 经云 若以无相智慧 执重得本 乃至永得泄脱 即金刚经中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则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之妙子 破空论是约 该不达无我 而修一切善法 只成人天为果 不修一切善法 而淡正我空 只成二圣小果 妄言我法俱空 而自行恶法 则为惨题欲种 唯以无我 修一切善法 正所谓 无所住 而生其心 顾及得无上菩提也 两经相较 经经中 无相智慧 远离分别 即如比经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执重得本 求生尽差 去佛菩提 即如比经中 修一切善法 又当生佛策 用得谢托 即如比经之 即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福净土 乃一切世间 难信之法 于此能信 是及无相智慧 如金刚经云 文士张句 乃至一念生 尽信者 世诸众生 无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有 其有众生 得闻世经 信解受持 世人则为 第一稀有 何以故 此人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破空论是约 社父既有 少许我人等相 绝不能信此经 设于此经 信解受持 绝能了答 我人等相 当体即是无相 可证能信之妙德 具体即是无相智慧 盖此境中 乃最极原顿 超情离间 不可思议之 唯妙法门 若人于此法 能生实信 信是心理 信因信果 信之信他 如是六信具足 当知其人 亦必超情离间 与无相智慧相弃 事故经中 读了此经品约 若闻思经 信要受持 南中之难 无过此难 前云取向分别 虽众大福田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事乃取向之过也 经云 若以无相智慧 直中得本 当生佛刺 永得泻脱 是乃离向求生之功也 或入三倍 或多一层 关键所在 以昭然若皆矣 身心清静 远离分别者 盖无相智慧 及万法易如 染尽平等 故身心清静 一切皆如 故离分别 再者念佛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都是六根 故身心清静 敬念相继 自然远离分别 或一镜中 以燕尼娑婆 心求极乐为怨 如是心燕 岂非分别 庙中超达曰 取舍若即 与不取不舍 亦非亦策 盖舍之若即 则万元放下 六根极境 取之若即 则六至弘明 一念单题 如是念佛 何一于 不取不舍 故云 亦非亦策 又弥陀要解答曰 舍不从事取舍 但尚不取不舍 即止理废事 即废于事 离义不原 若达全是己理 则取义己理 舍亦己理 亦取义舍 无非法界 如是妙地 实非情见所能及 求生静岔者 自心信药 愿生彼国也 如是求生 是乃举我 借而一念心愿 投入弥陀 无边愿海 亦即设比 一胜无边愿海 入我借而一念心中 是故十念必生 有愿必满 去佛菩提 因中即发菩提心也 果上则是 必补佛位 究竟菩提也 以上六句 即是精进之中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如中而修 故当生佛刹 永得谢托也 未经许可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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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